看看新闻网 本应该是幕后人物的编剧界 也有一位能够天天上头条的高调人物 我们都知道说的就是于正 最近于正编剧的《公所连城》正在播出当中 要说这个戏有多火 远在台湾地区的琼瑶阿姨也看了 可是这一看不得了 琼瑶阿姨是直接气的就病倒在床上了 于气之下已经病倒 手边的工作又完全停止 再伤心沉痛 吴住下只有写下这封公开信向两位领导呼救 久未露面的琼瑶阿姨 借上部作品的官方微博发出给广电总局的公开信 用数千字的长文 一一痛斥抄袭自己作品的内地著名编剧于正 而让见惯了大世面的琼瑶阿姨如此不淡定 正是由于于正 最近在某卫视播出的 公系列电视剧第三部《公所连城》 要说于正的剧 先不说到底是不是大家伙人那盘菜 光是凭一贯的狗血剧情华丽的服装 也能算是收拾王牌 只不过这回不知道是不是觉得 袁珊珊的番茄淡花汤 不能吸引所有观众 开播前于正就和女二号戴娇倩 打起了口水罩 于妈这个特用心 为了换回七零八零后的回忆 忍痛放弃零零后真爱粉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 这其实就是翻版的 没话落不呢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起码的道德 就是按事实说话 这样歪曲事实 博取眼球 死命完炒作 真的把你做货吗 爱此带娇倩 于正老师这是一怒未抄袭呀 小编猜于老师是这样想的 虽然我每部戏 都有人说抄袭 但是你带娇倩不能说呀 因为你是这部戏的演员 你说了我还怎么能洗白呢 这些网友说像没话落 你怎么也这么说 跟这个完全不搭嘎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她就侮辱了我的创作 肯定不开心啊 不过戴娇倩出道这么多年 还没这么被人说过呢 于是姑娘也怒了 直接宣布接下来 公所连程和我没关系了 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吧 就比较直接一点吧 你问我 你问我 我就怎么想了 我就怎么说了 之后呢 戴娇倩拒绝了一切采访 于老师的公所连程 也继续在卫视热播着 只不过这播出的集数越多 收到的吐槽也越多 不就是没话落吗 真心差不多 抄袭 彻底抄袭 你整个把没话落抄了一遍 还改名字干什么呀 琼瑶阿姨的公开信里 也附上了两部剧 主线剧情雷同之处 怪不得 只要看过公所连程的小伙伴 都觉得这基本上 就是翻拍没跑了 不过就在琼瑶公开信 发出半小时之后 于正也火速发出解释 同样也是羊羊洒洒上百字 热心网友 已经为你归纳总结好了 一我用了你的艺人 大家也算熟人的熟人了 不要闹得太难看 二我本来想抄另一部戏的 但是明朝改清朝 我觉得不太好改 所以才直接搬了你清朝的版本 三 抄袭的不止我一个 韩国人也抄啊 怎么不见您告他们 你也想炒星系是吧 祝你星系收拾好行不哦 通篇微博下来 余大编辑表达的就是 我没抄 就算韩国人抄了您 我这不算抄 不过观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到底像不像 抄没抄 还是看看片段对比吧 他把我捡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块朱砂机 这是什么 这个 我娘跟我说 把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了 余老师 再多的解释也救不了您了 除了美丽的梅花 胎记变成了锤子形状 这怎么看都是一出戏呀 放了他 我是他的爱人 白衣裳 不是他 我的衣裳不长这样 你个渣男 你这样的说清楚 说清楚 天哪 我的衣裳 你在哪 新闻在线 新闻在线 我